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追面包车的回忆 这个面包师傅就始终记得 面包车开到巷子口 妈妈带着她买面包的童年景象 所以她一心想保留这个美好记忆 现在她开着面包车 钻进城市的大街小巷 车子所到之处 都有许多寻着香味和回味而来的忠实顾客 我们今天去北投 北投人很喜欢我们的面包 面包魂就像无客戟的蛮牛 前一天才从德国学习酸肿面包回来 几个小时后又从中壢出发 跨县市启动梦想 我小时候跟我的妈妈的这些回忆 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之间 还有这样子的回忆 所以这个是当初我想要坐面包车的一个 一个想法 2018年6月 德国经典露营车 开始装载着 咸咸甜甜的滋味 穿梭在大街小巷 搬驰在高速路上 我们的面包车如果到了现场 那大家就会非常非常的兴奋 然后有些人还会在那边鼓掌鼓掌 然后就是让我们的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觉得很开心很光荣 我们今天有带我们全部的伙伴来 如果你有看到有穿迴裙的 你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問他們 他們如果沒有辦法回答 你們都可以來問 妳有看我的問題 然後你們的每一個 衝進每樣東西 都歡迎你們 可以拉開來看 就可以做我們 來 一開始覺得說 現在沒有人在做這種事情 而且他說麵包店那麼多 誰會跑去跟妳的麵包車這樣 他覺得妳是瘋了嗎 怎麼會想要做這些事情 事實證明 瘋的是顧客 而不是五課級 現場有媽媽牽著小孩來 還有阿嬤扶著阿公來 走過 路過 變種粉的大友人在 每次都排第一個 沒有 因為住這附近來很快 小時候常常追麵包車嘛 所以現在又來啊 是啊 沒錯 小時候最愛吃蔥包啊 上面有蛋黃的啊 還有一些什麼 那個苦力母的啊 對對對 他現在都有搶到喔 現在有 搶很多 看看你們都要暴動啊 是 每次來都這樣子 有錢 沒關係喔 九個 九個 九個麵包都妳自己吃啊 嗯 大家一起吃啊 喔 妳每次都來嗎 對啊 我今天第一次來 這個叫什麼車妳知道嗎 對 對 吃包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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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妳要什麼 這九十塊 可以為妳就介紹喔 這都... 這都... 現做的 阿公為什麼是好 阿公妳如果想要吃這個好不好 這個可能 這可能 這可能 妳要紅豆子在這裡 還是要蚵仔 紅豆子在這裡 沒有 這是蚵仔 蚵仔可以嗎 阿公蚵仔可以嗎 蚵仔好嗎 蚵仔好嗎 蛋黃鮮奶吐司 麵包車上抽屜打開 像是阿嬤的珠寶盒 閃閃發光 這是什麼 這個是玉米麵包四十五塊 妳想吃什麼嗎 對 克里姆麵包喔 不是 來 這邊有可頌喔 看一下 有人用搶的 有人看得眼花撩亂 吳克吉和夥伴們 邊介紹 邊補貨 還得邊維持秩序 完成夢想的這件差事 看似苦又忙 但早已經被顧客的熱情 給結結逼退 我們帶八十種麵包 對啊 但是有些都是 兩千多個麵包了 我預估今天應該會 兩千多個麵包 多久時間可以賣完 應該一小時內 就差不多了吧 兩千個麵包一小時就完售 驚人數字背後 藏著是暗黑深夜的巨大能量 因為為了完成麵包車任務 月亮高掛 中立的烘焙房已經跟著比亮 今天的話三點多就來了 這真的是像戰場一樣 還有我們的夥伴們 他們真的都非常的厲害 他們都內外監獄 空氣中 竟是菌種發酵的醉人香氣 麵滾子扣扣扣的 趕個不停 手停不下來 不乏跟著秒針走 六年九班的無課級 帶領著夥伴像是周遊列國 一款麵包做過一款 我去學習了德國的酸種麵包 法國的長棍麵包 日本的吐司 還有一些像台灣傳統的麵包 我都把這些世界各地的麵包 融入到我這個店裡面來 我覺得滿有趣的 而且對我們團隊來說 也是一個挑戰 挑戰激起鬥志 逼著這一位高餐畢業的麵包師 硬是要超越前一天 他可以就是那為了喝杯牛奶 而去養一頭牛的執著份子 我去採蜂蜜 去擠牛奶 我還去炒肉鬆 然後去採雞蛋 我才知道一隻雞一天 只能採一顆蛋 然後那個蛋 剛掉出來的時候是溫的 那你就覺得 你在用這些食材的時候 你會很感謝這些農民 在給我們這麼好的材料 把各個產地的農產品 融入麵包裡 先來吐司裡用的牛奶 肉鬆麵包上放的肉鬆 直接把店家名稱 當作麵包名 相信烘焙業是個共融產業 你幫我 我幫你 一加一就會大於二 執行力要很強 對 我們執行力一定要夠 你才能夠趕上的速度 鹽可送 然後玉米鹽可送 看著老師往前 林軒宇期許自己 也能向著泳泉 不斷釋出熱力 您好 好 就我也很要求我們的員工說 我不想歡迎光臨 我就是跟您說 你好 今天好嗎 我們會有一本本子 我們會記得每一個客人的喜好 最高紀錄一次有一次 就是買100顆的客人 對 還可以一次一次 就是要買100顆 因為他說他覺得很好吃 他想要去分送給其他的 就是親友 原本的價格就是28塊 那我添加了玉米進去的時候 也是28塊 其實鹽可送價錢 不是這個價錢 是店長聽錯了 然後訂了一個比較低的價錢 但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我相信客人不是因為 他便宜才來買的 是因為我們用很好的食材 法國有鹽黃油 配上無糖低油麵糰 包進東進限定 北海道玉米粒 用料講究 當初聽錯價格 將錯就錯 反而創造商品難見度 OK 出爐囉 學校畢業被網羅進食品大廠 才會從高雄北漂到總理落腳 日本公司比賽拿到金牌 從此定下目標 每年至少走訪兩到三個國家 進行烘焙交流 這個麵包要清脆的還是OK的 技術力 整個亞洲在看台灣的技術 蔬菜乳酪法國 對 這個蔬菜還有它的番茄 都是師傅早上去菜市場買的 然後買回來之後 就當天先用 對 我們這邊離市場很近嗎 西風風劍 對於一個麵包師來講 不只是一樣畫葫蘆 還得有自身觀察 注入在地民俗風情 這法國麵包 花生口味的是 我覺得很特別的口味 很多客人都很沒有辦法想像 但是吃過之後 會覺得很 這味道很好 然後很搭 那我覺得我的客人 很多都是買當早餐吃的 那因為我在麵包店的時候 都會塗很多 然後店長就會很生氣 說你不要塗那麼多 但是我覺得讓客人吃得開心 是很重要的 人不會是一成不變 就像麵包不該拘泥一定行事 這是五課級周遊列國後 對麵包下的定義 只是有時候 還是有點偏心 舊愛才是最美 蛋黃古早味麵包 就是他割捨不去的情感線 小時候有麵包車回憶的人 他們都知道麵包車裡面 會有這款麵包 那也是因為這個麵包車的關係 我才把這個麵包 再重新的去做付出 我剛好有機會 在兩年前 遇到一個六十歲的老師傅 那我希望他教我這款 蛋黃古早味麵包 那當然老師傅的配方 難免有很多的添加劑 那我都一個一個把它串掉 高溫催化 但黃毅流血而下 味蕾早已經被迷惑 外面的人都說台灣好 但是我們台灣 自己說自己不好 好奇怪 我覺得這很奇怪 我去德國他們都說我們台灣很好 日本人很喜歡台灣的農產品 然後我們都說我們自己不好 好奇怪的事情 對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加油 加油加油 在烘焙領域看到台灣被世界稱讚 喜悅支撐著他爬更高 看到更多風景 但始終沒忘記家鄉的好 當中立的烘焙坊營運步上軌道 小時候媽媽牽著他的手 衝向麵包車的景象 浮上腦海 行動派的無課警定向目標 每週固定播出一天 載著麵包主動迎向人群 很有趣的事情 對 我甚至有遇到有一個客人 其實他一直追我們耶 去那裡 去哪裡都追 去北大野追 去北頭也遇到 我說你怎麼在這兒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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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層要散裝口味 可以了 可以了 換別的 換別的 換了 你幫我拿一下 謝謝你 你幫我拿著 他專業的 運送麵包的經典露營車 早已經停產 吳克己第一眼看到 就愛上他 在高速公路上 一路追著車主 希望能夠割愛 儘管被罵瘋子 傻子 但未達目的 左而進 右而出 終於 車主在年輕兒子勸說下 忍痛放手 買了車之後 其實也不曉得 這樣的計劃會不會成功 那會不會有人來 我很怕我們車子開了 沒有人來 今天來十二個 因為我要給我朋友吃 因為其實我覺得 你其實是要去 跟你的朋友去分享 他們才會知道說 其實真正的食物是什麼 就是說它其實是沒有香料 但是它就是一個好吃 很像我們小時候 小時候買古早味麵包的那種感覺 非常特別 應該也很久 很多年沒買了 對啊 一定要來買來吃吃看 買回去給兒子吃吃看 復刻回憶的麵包車 承載空間有限 卻因為忙碌麵包師的 不斷往前 夢想變得無限大 走啊 回憶喔 對啊 小朋友根本就沒得回憶 小朋友來 我都上一趟耶 是喔 對啊 我想說 老人家沒有 我會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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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次考慮你了 哈哈哈